民眾徒手狂挖瓦力堆想搶救埋在底下的生命 燕門北部周五遭到空襲 不少民宅被炸毀 瓦力殘骸中还夹夹着尸块 燕門政府出动大型机具开挖 在水泥块中竟然埋着活人 当他们被救出时满身是血情况危急 到现场协助救援的国际红石自会表示 这场空袭造成过百人死伤 其中还包括三位孩童 伤者塞爆当地医院 这场燕门空袭是由沙鲁迪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所策动 目标是燕门北部一处监狱 而且同一天燕门南部的河台打岗也遭到炸弹攻击 导致全国网路中断 阿拉伯攻击燕门的导火线是因为四天前 燕门恐怖组织青年运动 用无人机轰炸阿布达比索引起 空袭过后燕门有上千人出门抗议 他们表达对沙鲁连军报复的不满 还高喊美国去死 白宫和沙鲁迪关系深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